3月28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 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座谈 韩正说 要了解当今中国 必须深入理解中共二十大 对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就是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韩正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特征 强调实现现代化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和标准 必须基于自身国情符合各国实际 中国坚持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高质量发展 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持续放宽市场准注 优化营商环境 与各国企业共同努力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韩正说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顾问委员会工作 对发挥委员会作用 深化中外务实合作提出殷切期望 各位委员长期关心支持中国教育事业 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教育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前提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中国政府克服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挑战 坚持对教育财政投入不减 支持力度不减 希望委员们继续深度参与中国发展 积极致力于中外教育科技交流合作 顾问委员会主席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等 介绍了同中方开展教育交流 人才培训合作等情况 他们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坚持扩大开放 互利共赢 对中国式现代化新机遇充满期待 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和绿色经济 可持续发展 创新研发等投入 助力中国高质量发展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